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相信去过泰国旅游的小伙伴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由于泰国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 导致了泰国的物价是普遍偏低的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水果了 在泰国有一个名为水果乐园的地方 这里几乎包揽了所有泰国水果的种类 来泰国游玩的游客更是争相过来品尝水果 因为只需要花约合50元的人民币 就可以进入水果乐园 在这里所有的水果都是可以免费品尝的 就像我们平常去的自助餐一样 只不过把自助的内容变成了水果 并且为了保证水果的新鲜度 水果乐园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将新鲜采摘的水果运到这里 因此根本不必担心便宜没好货的问题 毕竟泰国水果的物价摆在这里 据了解 在泰国最值得大家大吃特吃的水果 当属泰国榴莲了 毕竟泰国榴莲的价格 在国内是相当高了 就算普通榴莲也至少二三十块一斤 因此来到泰国一定得多吃点泰国榴莲 不过近年来 由于我们国家进口泰国榴莲的数量越来越多 泰国人也渐渐看准了这个商机 于是大肆哄抬榴莲价格 让无论怎样抬价 我们国家的商人对榴莲的需求量还是只增不减 但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 干脆不再进口泰国榴莲 最终导致泰国榴莲大量滞销 滞销的榴莲烂在地里也没人收购 许多泰国农民开始纷纷抱怨中国 为什么不多进口些榴莲 不过他们似乎没有想通 之所以出现榴莲滞销的情况 归根结底还是他们自身 哄抬榴莲价格导致的 这根本怪不得我们分好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